火炮是乌军不可或缺的武器之一 平时一提到这方面 很多人第一反应想到 必然是美国M777榴弹炮 但火力军觉得 同为抗俄利器的M119榴弹炮 也不应该被冷落 之前卢干斯克前线的一支乌克兰炮兵部队 在接收了一门英国L119榴弹炮后 语语中持续向俄罗斯阵地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并在事后高度赞扬了该型火炮的性能 值得注意的是 M119榴弹炮是在英国R118式榴弹炮基础上 经进一步改进形成的 英国称为R119式105毫米轻型榴弹炮 美国引进后称为M119式105毫米轻型榴弹炮 其与R118的最明显区别 就是改用了单式炮口制推器 另外在美国的军队中 真正被直升机吊着到处飞的是M119 而非大多时候被卡车拉着跑的M777 20世纪80年代 美军为了对付低烈度的突发事件 就要求部队拥有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反应能力 其中具有快速部署能力的轻型师 就成了美军重点加强的对象 所以美军才有了调运火炮的习惯 然而当时的M198榴弹炮 虽然在全世界同类火炮中最轻 战斗权重只有7.2吨 但是CH-53或CH-47在调运时 还是需要将火炮和炮班及弹药分开运输 并不符合轻型师的要求 再加上美国陆军轻型师 原来装备的M101和M102榴弹炮 都存在着射程近和杀伤力小的致命弱点 因此美国陆军急需列装一款性能好 重量轻的火炮 于是便开始在军火市场上搜寻目标 在经过对各种105毫米火炮的调查与研究后 美国陆军认为 英制的105毫米轻型榴弹炮 能够满足美国陆军的要求 不仅能用轻型车辆牵引 而且还能用UH-60直升机进行调运 并具有能与原苏联122毫米榴弹炮 相匹敌的射程和精度 能使美轻型师具有了更高的作战能力 因此美军便决定引进英国的这种火炮 在加以必要的改进后 装备给美国陆军的轻型师 20世纪90年代初 M119榴弹炮就曾被投放到海湾战争 美国陆军当时装备了约1000门的M119A1式榴弹炮 而到2005年也就是M777时代 因为火炮的重量降到了4吨多 所以一架重型直升机便可以完成调运火炮 和运输炮班和弹药的任务 而对战斗权重只有1.86吨的M119来说 更是如此 在战斗时 该炮通常采用空头或直升机调运的形式进行机动 所以到年底的时候 美国陆军已将所有的M119A1型榴弹炮 全部改进为M119A2型 共装备810门 此外 M119系列还有一个A3型 2013年8月 美国陆军第82空降师第一缕战斗队的炮兵营 就曾接收了16门M119A3式 最新改进型数字化牵引榴弹炮 成为了首支装备和使用该炮的作战部队 而目前 该系列榴弹炮广泛装备于美国第十山地师 82空降师 101空中突击师 以及其他步兵师旅 在这些部队中 该炮会与M777或M109搭配使用 在巴赫摩特战场上 乌军士兵就是凭借M119等火炮 多次击退了瓦格纳雇佣兵的人海攻击 美国从英国引进的R119榴弹炮 虽然没有对火炮的基本结构和主要部件进行改动 但美军凭借自己先进的科技水平 为R119增加了一些辅助设备 如M119新配用了炮兵帘 用计算机系统和M90式初速测定仪 又或者是在反后座装置中 使用了氮气而不是空气 增加了用于M200装药系统的高低水平限制导板等 所以M119榴弹炮 在射程、杀伤力、机动性和可靠性等方面 都要比L119榴弹炮有所提高 比如L119发射美军制式M1榴弹的最大射程 仅有11公里 而M119采用M200装药系统 发射的M1榴弹最大射程则能达到14.3公里 之后的M119A2型则是在火炮系统的操作和装配方面有所增强 增大了发射平台的排水孔和转环的间隔 采用螺丝钉而非锚钉来组装榴弹炮 这使火炮的可维护性和耐用性得到大幅提高 而M119A3型则是为了更适应现代战争 在A2的基础上加装了数字化组件 但是你知道A3型90%的软件都来自M777A2数字化牵引榴弹吗 M777同样是一款轻质又火力强大的美军火炮 每门造价差不多70万美元 炮体结构简单 只需5人就可以完成基本作战任务 而战斗权重仅4吨的优势 也可以使该炮被C130 C17等运输机空运 当采用C130进行装载时 甚至可同时运载两门 相比于运载M198榴弹炮的效率提升了一倍 同时M777也可以使用UH60 CH53等运输直升机进行调运 榴弹炮在规定地点降落后 能够快速直接投入战斗 但大部分作战时用的还是大型卡车运载 或是用装甲车辆进行牵引 M777榴弹炮精度高打击精准度高 其基本型仅配备了光学描具 而升级了A1型则进行了数位化升级 不仅增加了携带式电源 还为火炮配备了数字火控系统和液压动力抚养装置 既能使该炮实现自我定位 又能对打击目标实施精确导航 而液压动力抚养装置 则使该炮能够快速抚养和转动以对准目标 其正常射速为2发每分钟 爆发射速能达到5发每分钟 而M777A2型则是再次升级了A1型的软件 并加入了增强型可携式炮兵感应隐心设定器 以增加M982神剑导引炮弹 与精确导引武器兼容性达到了最小误差5米的效果 且具有射后不管的优势特点 而M119A3配装的是数字化火控系统 大部分都来自M777的软件 其中包括了GPS的惯性导航装置 精确制导系统及其他多种自主精确定位装置 使其能够在2到3分钟内完成行军到战斗转换 并发射出首发炮弹 比M119A2快了近3到4倍 美国陆军计划装备约600门M119A3 以此来满足当今和未来信息化战场的需要 此外 M777榴弹炮所采用的155毫米口径 39倍深管的炮管 威力也要比M119大得多 M777能够发射相当于北约标准155毫米的炮弹 发射普通炮弹时射程能够达到25公里 而发射火箭增程弹时射程则能够达到30公里 哪怕现在该火炮依旧活跃在乌东战场 多次与M119一起击退了俄军疯狂的进攻 根据乌军兄弟的描述 在乌克兰东部地区 乌军屡次出动M119和M777榴弹炮 对俄军前线弹药库实施精确打击 从而削弱了俄军的炮击力度 今年1月1日 顿涅茨克马克耶夫卡地区的俄军临时驻地 就遭到了乌军M777的袭击 俄国防部承认63名俄军士兵阵亡 而乌军宣称至少造成400名俄军士兵死亡 同时在赫尔松方向上 乌军也对俄军后勤供应线 进行了更有针对的突袭 促成了乌军成功渡过地涅伯河 来到了东岸安营渣战 而根据俄国防部22日公布的视频显示 俄军也正在利用无人机来定位乌军的炮兵阵地 然后采用多管火箭炮系统进行摧毁 现场视频显示 无人机拍摄到乌军多个152毫米口径的榴弹炮 附近还有装有弹药的卡车 被火力打击后 乌克兰炮兵阵地多点爆炸 被浓烟覆盖 俄国防部当日的通报称 俄军当日袭击了乌克兰137个军事设施 击落了14架无人机 摧毁了7辆装甲车和9辆坦克 通过这些我们不难发现 在现代战争中 随着无人机的部署和战场应用范围越来越广 牵引火炮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正遭受重大考验 也就如M119 M777这样的榴弹炮 能够凭借其特殊的高机动性 完成在战场上灵活穿梭和迅速部署 并在形成规模后 对敌人进行火力封锁和火力破锡 再加上这种轻型火炮的生产速度 也远远快于同等级的自行火炮 并能通过对火控装置和主力炮弹 不断的更新迭代 提高M119的精准度和射程 所以火力均相信 在现代和未来战场上 M119榴弹炮照样可以发挥更高作战效能 加农炮一般指的是炮管较长 发射仰角较小 弹道低频 可直瞄射击 炮弹堂口速度高的火炮 一般都用来对付敌人的先头部队 像高射炮 航空炮 舰炮 和海岸炮等 就属于加农炮类型 加农炮起源于14世纪 16世纪时 欧洲人将加农炮分为了牵引式和自行式两种类型 19世纪中叶 加农炮改用球形爆炸线弹 之后又采用线堂式后装炮 来发射尖头圆柱形长弹 射程 射速和射击精度有了明显提高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 加农炮身管长为30到45倍口径 初速达到了477到785米每秒 射程为7.6到22.8公里 而20世纪50年代以后 有的加农炮采用活动管炮身 伸管长是口径的55倍 装有炮身推拉器和起重机 而有的自行加农炮则装有自动装填机构 装弹送弹实现了自动化 提高了射速和机动能力 其封闭式的炮塔具有三防能力 而现在2020年的时候 美国陆军又搞出了一款射程1000公里超级加农炮 该研制计划被称为战略远程加农炮 其由武器运载车和装弹设备组成 能够为多领域作战 提供战略范围内的大规模火力压制 每个超级大炮平台由8个人操作 据悉美国陆军之所以对这种大炮感兴趣 是因为该炮能发射大量低成本弹药 用于抵消高超音速武器之高成本 而且加农炮的射程确实也比其他类型火炮要远 比如美国的M59 155毫米加农炮 最大射程23.2公里 而口径比它大的M115 203毫米榴弹炮 最大射程只有16.8公里 因此加农炮特别适合用来对付远距离的敌纵深目标 也可当作暗炮对海上目标进行轰击 而现今拦截加农炮最好的防御武器 就是以色列与美国联合研制的铁穹防御系统 这个火力军频道里就有介绍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 其与榴弹炮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弹道 加农炮是以平射为主 而榴弹炮以驱射为主 当然加农炮的平射并不像激光一样 起点终点一条线 它的弹道相对于榴弹炮而言 是一条较为平直的炮物线 因为无论是加农炮还是榴弹炮 当交战目标距离较远时 火炮可以抬高 弹道自然就会出现明显的弯曲 而当目标距离较近时 火炮自然会选择拉平射直 炮弹也就相对平直 其次我们还可以通过深管和口径进行区别 与加农炮相比 榴弹炮的深管和口径相对较小 一般也比加农炮短 通常其深管为口径的20到30倍 而加农炮深管长 通常为口径的40倍以上 或是通过炮弹出速和火炮射程进行区别 榴弹炮出速巧 加农炮的出速大 榴弹炮射程短 适合射击水平目标 但它只要有参数 就能通过地毯式轰炸 攻击面目标和目视不及的地区 而加农炮射程长 不仅能够攻击对面上的活动目标 也可以当作暗炮对海上目标射击 大部分都是一些固定或移速缓慢的目标 火力军记得 红井里面就有一款反国巨炮 属于究极对陆对海武器 最后大家还可以通过火炮所装填的弹药进行区别 榴弹炮射程远近 可用装药量调节 有多种药包 加农炮多用定装炮弹 如榴弹炮 可以配用燃烧弹 杀伤子母弹 碎甲弹 制导弹 增程弹 等多种弹药 好了 关于M119榴弹炮 大家还有什么想补充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